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来到敲碗已久的手机背带 长的哦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条 这是三樱花的配色法 然后它的长度很长 不含挂钩长度总长是132公分 含的挂钩大概会在148公分左右 就是这样子的长度 很长的一条作品 那透过长度的运用呢 我们这种编织法会有两种编法 一种就是单色系的像这样子 花心归花心 花瓣归花瓣的一种色系 那其实这两条是同一个编织法 只不过是色线我帮它做了一个转换而已 所以如果各位想编像这种三樱花的话 单纯就是单色系的 只是替换掉这两条同色的部分 替换变成是 比如说一条是白色 一条是黄色 它就会替换成这样的颜色 所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大家都可以完成它的 那另外一种编法呢 那第二个是我们今天会用到 我们今天要教学的这一条作品的编法 那这个作品的编法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一个单色系 单色系的一个白黄白黄一个顺序一个循环 那这种两种编法其实就不一样哦 使用到了色线的长度就不一样了 那我这边跟各位先分享一下 呃这个单色系的 这一个这一组单色系的 它的平结会用到是这个平结 就是说现在你看到白色的部分 平结的部分会用到720公分 那花瓣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这是花瓣花瓣花瓣 都是同一个颜色同一个色系 所以它是600公分要两条 这个600公分两条 那个花心的部分 因为单纯花心就只有做花心 它没有做其他的动作 所以花心是200公分两条 当然就是需要钥匙勾两个 底座环片一片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200公分 这个花心的200公分 来编织这一个卷线 所以这卷线实际上会用到60公分 但是我们的花心部分其实还够用 所以它是可以不用再另外增加 那我相亲就觉得我想要一整体 所以我把它自换成黄色了 那这是单色花朵所会用到的尺寸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双色花朵 它所谓的双色花朵 是有那种单朵花的花朵 它的编法跟它一样 所以它们两个材料是一样的 那这一个就比较特别 因为它使用的是交叉的一个色线的变化 那这个的呢 平结绿色的部分 它用到的是720公分 没有变跟这一条是一模一样的 那花朵部分因为有两种花朵 花心跟花瓣会交叉的交替使用 所以它的长度是400公分 400公分两条 等于是说400公分要四条 那四条就是一色两条 白色两条 黄色两条 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那一样的它会使用到两个钥匙沟 两个钥匙沟 然后一个底座的环片 那卷线一样是60公分哦 卷线 我这一条是还没收尾 卷线一样是60公分 好那这就是今天会用到的材料 那今天会用到材料 这一堂课要跟各位讲的 除了是线材的尺寸之外 另外有一些小细巧跟各位说 那因为编织大家都会 我肩中会带过 如果不会再特别特别的去详细 去跟各位讲它是怎么去进行的 因为我先前影片都会有教授到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这堂课 全部就是教你一些编织长线 所会用到的一些小技巧 那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需要一个瓶解 瓶解是720公分 那因为先让各位 现在目前看到了这个范围里面 其实它还没有720公分 但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它很恐怖很长 好那再来就是双色的那个花瓣 花瓣一个颜色两条 然后这每一条都是600公分 这每个颜色都是400公分 这个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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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如果说不要裁剪掉的话 那它就是要一条800公分 或者是400公分两条 好那我现在先教各位怎么布前面前端的线 那我现在第一朵花我想做白色为主 那白色为主的话 我这个地方要控15公分 这一段 这一段要15公分 好 然后呢我把这一个放在这里 先自放在这里 因为等一下我 想第一朵花是隐藏掉的 所以我是先把它这样子放折 我就这样子把它先折下来 夹着夹着 这样子就可以先固定它不会乱跑 OK 那这边留15公分 然后另外一段是在15公分的地方放进去 OK好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先做准备 线很长 来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单线喔 单线单一个白色那一条线喔 它线很长 非常的长 对你在卷线的时候真的很不方便 那你也不能为了拉一条线就拉了半天 你还没有做完你的作品 所以我现在教各位这个技巧就是 如何把线收小 因为我们在编织过程中 我们会随时延长我们的线 那如果我们从底部开始卷 从底部开始卷 那我们每次拉一个线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松掉 那我们先跟各位介绍就是说 你可以这边留大概30公分 好30公分呢 从30公分处开始卷线 把它卷起来 卷到尾端了 好卷到尾端 好留大概这样的长度 然后就把它抓起来 抓起来齁 然后就这样卷卷卷 把它固定起来了 那我们就变成是一束线来编 那各位说这一束线来编的时候 我要延长我的线怎么延长 来各位看一下喔 我要延长了对不对 轻轻一拉这边出来了 可是这一束线还是没有影响 这就是我们这个线材 这边要跟各位分享的小技巧 好那我现在黄色一样喔 一样留一样的长度 一样是卷起来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是主线 都要这样收掉 因为它太长了 如果你没有借由这种方式 来做收的话 收尾的话 你在编制过程中真的很辛苦 而且线容易打结 然后人也容易浮躁 因为你真的是编起来 就是很辛苦 所以其实希望各位 能够在这个小技巧上 多用一点心 然后在制作上 就会比较轻松 好那我再跟各位 我现在卷完了三个色线了 对不对 我还有一条白色 那再跟各位解释一下 它的卷法 这样一段 留约30公分 好抓着 然后就把它卷起来 好卷起来之后啊 留一个长度 好把它抓起来 抓起来 好把它卷起来 稍微拉紧没关系 因为后细它还是拉得动的 那好哦 你看我现在把它放进去的 好塞进去 好 那我如果当我编织到一半 我的线太短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扯 不影响 不影响组结这个地方 所以呢 各位可以很放心的去编织它 所以呢我现在把线铺好了 就是竹线铺好了 那这条绿色线也是个大工程 因为它很长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它的长度哦 这是绿色线所会用到 因为我们是720公分 所以呢它的长度 你看青还在拉 还在拉 很长对不对 好到尾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第一件事情 是我们要做18个平结 那18个平结就是 好我把它对 两线对齐 然后继续拉 把它找出这条线的中心点来 好我已经拉到中心点了 对不对 这中心点在这里 我用个夹子先固定给各位看 因为大家有时候会 不晓得青到底在做什么 好我先用个夹子固定 好中心点在这里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先用固定一下 好那我现在做法就是说 我要编织的第一个 这两条不能进来 这两条短线放出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做平结 那它编法就是说 把这条线 把正中央放在它的底部 好那 你会说 那绿色这么长 你为什么不先收 不行因为你要先找出中心点 确定你的线材的中心点之后 你才可以将它收尾 好那就是这样子 中心点我拿开了 放在这里 那我们平结要编织18个 那第一个平结最难 为什么第一个平结最难 因为你需要透过第一个平结 绑上去之后 你有几个地方是要去做调整的 那我现在线很长 所以只能慢慢拉 好 我现在先把它定型的 先定位置 这个横宽在这里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去把这条线确定它是不是在正中央 好你看 我如果这样单纯这样拉 它是不对的 不齐的 好那我先把它对准 对准 对准 我对准之后 诶发现它在正中央 那还可以 那我就把这线调整完 调整整齐 这样稍微拉一下 调整整齐 然后往上推 因为我要推到那个 好把结打开 我现在要把它推到说 这个我看不到 我要把它推到 我看不到黄色这条线 但是不能让黄色线完全不见 因为它会松掉 好那用力拉结 好这是第一个结完成 那我们这个结是第一个 我们总共要编18个 好我现在就开始编18个 第一个 好很长对不对 很长对不对 如果每编一个结拉这么长 各位应该编到最后 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现在 绿色一样要做同样的动作 做小收尾 做那个束线的动作 那束线这个动作 绿色很麻烦是 它一定要编上去之后 找出中心点 你才有办法做束线的动作 所以就请各位 这个地方 好你看我做完了束线动作 等下编的话 那个动作就会变得比较轻松 好那这个第一二节编上去了 好第三 你看我现在已经将它 把束线收下来了 是不是感觉上快速很多 好一二三四 第四个平结 好第五个平结 有点紧了 我们现在把它拉一点出来 拉一点出来 你看它就延长了 线除没有问题 那就继续编 好完成十八个结了 那完成十八个结之后 我们来做第一朵的那个花瓣 那我们这个可以把它往上挪 再夹的时候可以把它往上挪 好那第一个花瓣呢 我开始做哦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花瓣就是很一般的 我们的正常编织法 然后能够透过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线材 卷线之后啊 它就变得比较轻松愉快的去编织它 好然后呢 呃我们现在来的是那个偷工法 前翻 上线 后翻 上线 OK另外一边一样哦 绿色往上 绿色往上 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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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编完了第五朵花瓣 我们要编第六朵花瓣 好第一朵白色的完成了 那我在这里 为什么要编到这里 跟各位分享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 接下来我们要来编黄色的 那怎么去交叉那个颜色呢 呃各位可以看得到 好我现在呢 把它做一个小变化 原本我们编出来都是这样子做平结 那我们等下平结是两次 那两次的时候 我原本都是这样编 也就是说单色系的时候 单色系的时候 我是以 这种排列法 白色在外面 我等下就抓白色可以编 那我们现在要编双色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它 把白色跟黄色做交换 等一下平结编的时候 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编 好 那我们先编平结两次 第一次 然后把这个调整齐 因为你调整齐 你等下后面要编的时候 你就不会忘记你的线 然后每一条线都把它拉实了 那这边背后会比较漂亮 好那第二个结再编上去 好那我们已经编完第二个结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编黄色的小花了 那黄色小花 透过这样的转换之后 我们黄色小花编法 跟白色是一模一样的 好一样哦 都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白黄白黄 就在这种方式里面做一个互换 好编完花心 太长太短就是可以拉一下 白色 因为每一条线都很长 所以我们在编的过程中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呢 你只要按照它的顺序来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 把它做扎实了 实际上它其实是不会有问题的 好那做第六个花瓣 好那我们第二朵花也完成了 好那跟刚才一样哦 我们有提到说 现在我们要编白色了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替换动作 新线的地方 我们要编凭借 新线的地方做一个替换动作 把白色往外挪 等下就可以编这一朵 比较不会混乱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法 大家就养成一个 不要让它混乱的最好办法就是 把它的概念直接抓起 不会乱 那如果你没有抓其他的时候 你就是线抓过来就编的时候 就很容易混乱 所以你只要把布线排好 排列好 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好那这样已经编完两朵花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 继续往后编下去 那今天呢 今天偷个工 我已经预先 起步的地方18个结 然后呢这边编了25朵花 这边编了25朵花 这25朵花 含这一个18个结 双头的18个结 25朵花加18个结 是115公分 那我们等一下还会有钥匙勾 跟最后的盘线部分 那当你编完了 这是起头的地方 那这是结尾 结尾的话都会有余线 那不管余线 我们可以留下来 等一下要作用 做其他动作用 那我们要现在教各位怎么收尾 收尾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是白线做头 白线做头 所以这边也要留白线 那我们现在预先先做这个收尾 先把绿色的 平结的绿色的线先剪掉 好烘烤 好这边也一样 白色先 那个绿色先处理掉 烘烤 好 那再来呢 黄色的线 因为我们这留白色的 所以这边黄色的线也要剪掉 好 好黄色收尾掉了 好 我们现在就剩下这样子的头尾收尾法 那头尾怎么收 我们先预留一个 我们这个地方卷线大概在15公分 所以这一段只要留10公分就好 然后你各位说说 为什么你刚才留15公分 对我们要预防做调整 预防向尾端松开的话 好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整动作 所以我们把它剪掉 然后呢 把两条线烤在一起 那因为这种线比较软 所以它必须要剪掉之后 一定要做烘烤动作 才能够稳固的扎实的留着 不会说它是虚边了 那两条取一样的长度 两条取一样的长度 红一下 好 那你烘烤完以后 我们来做收尾了 收尾怎么收 钥匙圈 就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呢 这样子套 对折 翻折 跟之前的收法一样 翻折 然后我们这边盘线 那盘线呢 因为像我刚才绿色有多 所以我们就用绿色的线来盘也行 这样子 然后 单纯放过来 盘 那盘线的地方大概会在 在5公分左右 盘5公分长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我看像我们刚才是115 再加上盘出来这5公分的线 再加上那个 钥匙勾的那个距离 所以这一个 其实这条就很长了 够大家去使用它 好然后呢 穿过底部这一个洞 好 然后上拉一点 下面拉一点 就是要你让你把你的线拉得比较平整 比较不会有外流外漏的问题 然后把它剪掉 多余的剪掉 然后拉 把它收紧 好 然后呢 把多余的线剪掉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剪掉一定要做烘烤的动作 做收尾 好 那是单边收 那另外一边我们也一样的收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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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透过这种收尾法呢 我们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很漂亮的一个 有一点像是储局的那个制作方法 就完成了 那这完成的时候啊 各位就会说 好那你的双勾 双勾就勾在同一个垫片上 那因为先环片上面 双勾勾在同一个环片上 那因为先前倾就已经有特别去计算过 这钥匙勾的这个角度呢 这一个角度我有特别去算 它需要并列 比如说这是两条线 如果你并列四条线 它一样可以很容易很轻松的放置进去 那这个低循环呢 不能太大 因为太大你过不了 你要放置的那个充电孔的位置 那太小呢 你的两个钥匙勾又不容易勾 所以这一组的环扣 其实倾都是有已经有算过 有计算过 然后才会特别去跟厂商下单 要这样子的尺寸 可以跟倾分享你在制作上的一个经验 然后这一条的总长 我来帮各位量一下它的总长 好我们从钥匙勾开始量 这一支只是30公分的 从钥匙勾开始量 一 二 三 四 一百二十 再加上这一段钥匙勾 这一段钥匙勾是13 所以是133公分 整体是133公分的一个制作方法 那制作这样子的编的 编织这样子的一个小花环 手机背带 其实是真的不难 但是因为现场它有很多的小技巧 各位必须要去运用它 才能够完美的达成它 所以呢 在制作上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呢 整体的编织上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很容易能够完成 那先前因为有跟各位分享过 单色的一个编织法 所以今天清就跟各位分享这种 双色跳色的编织法 那其实它也不难 就是一个小技巧要去注意而已 所以呢 编织小花手 小花背带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清也跟各位提到说 希望各位在编织的过程中 所会用到的线材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可以透过自己 在编织的习惯里面去找寻 适合自己编织长度的一个作品的运用法 因为每一个人会运用的方式 真的不一样 有的人编织会比较松 有人编织会比较紧 那松跟紧的重点 都还是在各位 在使用的制作的技巧上 好 那今天清跟各位分享的作品 就到此结束 欢迎对清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 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哦 拜拜